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小伙与暗恋十年发小修成正果 谈起秘密恋爱,夜晚偷偷约会拥抱时 却正好被双方父母打个正着 两人被父母现场抓包 十六正不知该如何解释 成孝却抢先一步主动承认两人正在交往 此言一出,双方父母震惊地无以复加 成孝妈气得标记法语让儿子赶快回家受死 十六妈也二话不说,拉走女儿 一对苦命鸳鸯,强行被父母分开 一到家,十六就坦白与成孝已经交往很久了 甚至准备结婚 十六妈气不打一处来,坚决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虽然成孝各方面都很优秀 两家知根知底,但就是因为太熟悉 她害怕两人结婚后 成孝妈会拿十六的未来 以及婚姻破裂的事情做把柄伤害女儿 成孝妈的确担心十六的病情 她问起医生丈夫胃癌的生存率 说完又连忙打断,不想听到确切的时间 夜晚成孝不顾手伤,悄悄爬到十六房间 紧紧抱着爱人 既然恋情被发现,两人索性不再隐藏 成孝把手环为十六戴上 担心跪地向十六求婚 十六满眼幸福,点头答应下来 情侣俩完全不受父母的影响 一起开心地工作,追逐打闹 把同事羡慕得不行 一日十六爸来到小吃店 呆呆地望着熟悉的摆设 随后贴上几日后结束营业的标语 近期附近新开了一家小吃店 味道方面更胜一筹 抢走了十六爸的生意 十六爸做不下去 这才决定关闭店铺 而十六妈继续生成孝妈的气 一见到对方,就起身离开 临走时还不忘嘲讽成孝妈几句 成孝妈被气得不行 可当得知十六家小吃店要结束营业时 又不禁为闺蜜担忧起来 当晚十六一家聚到一起 爸爸宣布他要关闭小吃店 准备退休 十六担心父亲突然关店 是有事在隐瞒他们 十六爸让女儿不用担心 他只是单纯想退休而已 十六这才放下心来 和父亲说笑着幸福无比 十六把父母发现两人交往的事情告诉原因 原因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 敷衍的安慰十六几句 他正忙着精心打扮 与记者一起去外面约会 没想到刚出门 记者就接到成孝电话 请他一起整修附近老奶奶破旧的房子 之前成孝与记者经常帮附近一位减废品的老奶奶推车 他们看到老奶奶居住在B字的棚改区 想要为对方做点什么 敲定好设计方案后 四人来到老奶奶的住处 一起帮助老奶奶装修房屋 很快装修完毕 老奶奶看着焕然一新的家 感动得无以复加 以往面对堆积如山的废品 老奶奶闷到无法呼吸 感到人生无望 如今她终于感觉到能活着真幸福 另一边 姐妹群的成员为两人制造和好的机会 分别将石榴妈和成孝妈约到店里 两人刚反应过来 店门被另外两名姐妹从外锁住 希望她们能把误会解开 重新和好 两位母亲坐下聊天 话题围绕着儿女展开 成孝妈从没想过 两人的孩子会成为一对 她感觉不如就尊重孩子的意愿 再观察一段时间 听了成孝妈的一番话 石榴妈感觉她在期盼小情侣分手 成孝妈解释 她只是不想急着下结论 毕竟石榴刚刚经历过人生的坎坷 这句话触碰了石榴妈的逆离 她最怕的就是成孝妈知道女儿的经历 会挑她的毛病 石榴妈火力全开 建议好闺蜜改改脾气 不然成孝一辈子都只能当单身汉 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身上满是泼洒的葡萄汁 和好计划失败 第二天石榴妈出门 正巧听到邻居说三道四 称石榴爸做的腊炒年糕太难吃 连苍蝇都会绕道而行 如今家里有个无业游民女儿 丈夫的店也倒闭 实在是太惨了 石榴妈气不过 上前领论反被推倒在地 碰巧成孝妈路过 见小姐妹被欺负 她甩着自己的包包上前 两位母亲的斗志被激发 以二对三打进了警察局 两位父亲一起来到警察局 身上带着浓重的酒味 刚刚父亲们私下里偷偷见面 妻子正在爆发没有硝烟的战争 俩男人夹在中间苦不堪言 成孝爸一个眼色 石榴爸苗董拿出酒 想在轻松的氛围之下 再与成孝爸从长记忆 接着小情侣又成双成对地赶来 担心两位母亲受伤 从数量上来说母亲们是劣势地位 但从战斗力而言 邻居们受伤程度更严重 最后家人们选择和解 把母亲们带出了警察局 果然女人的友谊是打出来的 成孝妈回忆起年轻时 自己被不良女生勒索 还是石榴妈救了自己 两人回忆着从前 有说有笑恢复了以往亲密的关系 两人坐下来好好聊聊 石榴妈坦白 与成孝妈一起时她总感觉自卑 好闺蜜学习好工作好能挣钱 会说英语法语 而她只能靠着照顾成孝 从好闺蜜处挣钱 这点是她心中的伤痛 成孝妈安慰她 付出劳动就该得到报酬 辛苦养育一个孩子 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她还记得自己刚入学时没有朋友 是石榴妈先走向了自己 两人永远都是好姐妹 姐妹情势第一顺位 就算儿女们结婚了 她也不会称呼石榴妈亲家母 石榴妈有些吃惊 她一直认为好姐妹在意石榴生病的事 成孝妈坦白 她怎么可能不在意 石榴也算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 她也疼惜着石榴 她的在意只是关心并不是嫌弃 她也会像石榴妈照顾成孝那样 好好爱护石榴 石榴在门外偷听 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石榴妈把偷听的孩子们交到面前 这次两位母亲正式地 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们的另一半 第二天是石榴爸的小吃店营业的最后一天 一个女生来光顾 说起自己十年前住在这附近 因为没考好 来店里吃炒年糕 是石榴爸鼓励她打起精神 还赠送了其他食物 这份恩情她一直记得 送走了客人 熟悉的亲朋好友来到店里 大家欢聚一堂 到来的记者对石榴爸进行采访 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店铺即将关闭 石榴爸眼眶含泪 还是有些不舍 但遗憾不就是人生的必修客吗 过去她因为经营店铺 疏忽了与家人的相处 从今往后她会尽可能陪伴妻儿 闭店后一家人步行回家 一路上有说有笑 把父母送回家 石榴与成笑在外面约会 石榴制作了男友爱吃的食物 成笑摸摸爱人的头 以示感谢 石榴害羞地说着 愿意一辈子给成笑做饭 直到她吃腻为止 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 是石榴在向成笑求婚 成笑开心到飞起 她很乐意跟石榴结婚 激动地上前亲吻女友 本期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